看到底层的温度基因的视角 今天是2020年12月16号 我们下午再聊个天 录一集 上我们说的股市 下午我们先说一个小故事 然后再说一下资本家跟政客的一些细微差别 我以前有个同事 男同事 那么他不太会喝酒 所以我们平常也不会在一起喝 但有时候偶尔总是还是会有机会 那么就一起喝 那么他叫小李 那么小李 同事之间肯定是会有一些摩擦 有一些小矛盾什么的 那么他喝了酒之后 就借酒壮胆 就是一直说 我要表达的时候 他就要插我的话 老板你听我说 这句话其实就是什么 很强势 就是你听我说 你别说了 你要听我的 好 那么他继续说 说了之后我又想插话 那么他又不让我说 他说 他知道我是福建的 他不知道哪学来了一句闽南语 他说你听我说老板 闽南语说了 然后他又继续说 说了到后面 实际上说了很长时间 我说 小李 我说我怎么就叫不醒你呢 这是我就回应他这么一句话 我说我怎么就叫不醒你 他感觉 好像他一下就一机灵 好像有点清醒了 然后我们就聊了其他的问题 那么这句话其实也是有来处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那么我说这一段 我跟我同事对话 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得到我想表达什么 现在意识形态竞争是很激烈的 斗争很激烈 中美之间美国内部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往往就已经是因为利益立场的问题 就没有办法听到其他声音了 都是希望别人听我们说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难了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觉得还是要听听别人说 这个因为这也有一个问题 也不是说大家都装睡 那因为确实有人睡眠就是很深 就是五连红顶他都醒不了 那也有人就睡得很浅 就容易听别人说 这个就是跟大家说有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接下来聊第二点 就是我们以前有说过中美 他肯定还是要低度合作的 不可能完全脱钩 也不可能那么快的爆发战争 现在情况应该来说整体是这个样子 美国的这边应该说基础设施 一下子也起不来 很难起来 同时我也觉得他们玩习惯了 可能做个制造业回撤难度是比较大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实际上上个月的这个消费数 这个公布的数据 这个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到了750亿一个月 那这个月的增长 最快的实际上是对美国出口 居然上涨了46% 一个月就是同比上涨了46% 达到519亿的水平 比去年增加还要多 当然这因为美国的疫情比较重 就是大家都不在度假了 也不在这个出去跑了 主要在家里 那就买了很多中国的这个商品 所以说从这个现实这个情况来讲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资本家 或者说一般的家庭 一般的小老百姓 他是没有那么多理想 包括资本 他们没有那么多理想 就是要现实的去处理 比如说家里就要家用 要开支 那资本家就是要挣钱 这个资本就是要获得利润 那就是这几个方向 所以他是资本在这个方向 就是好处就是在于什么呢 对于一般的家庭 对一般的资本来说 他是没有理想的 这是坏处 这是坏处 其实对社会有时候 他就容易失控 因为你没有理想 你不想为社会 负多大的责任 但他也有一个好处 他超级务实 非常非常的务实 务实到一种什么程度呢 就是他执行力可以超强 然后他也可以带着血的 这种挣钱方式 就是这么 就像一般的家庭们 他实际上是很自私的 这种状态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他没有理想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政客的话 他实际上他是有理想 虽然说他也很务实 也非常的有效率 应该说在竞争上面 也做得很OK 但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有时候容易掉入一个环节 里面就掉入空想 比如我们看一些激进的社会改革 往往都是一些 这些政客提出来 或者说这政客在落实 当然提出的这些可能很多是学者 很多学者就更加的理想主义 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实际上 如果说非要说有很多种权利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学者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特别容易理想化 我就是要你们听我说 你们听我说 我是要负责叫醒你们的 我负责叫醒全人类的 叫醒的话 那么他就是最顶尖的 但是我如果说学者 他的这个提出的方案是错的 那问题就大了 容易把这个社会引入一种震荡 动荡 而且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学者实际上他容易转型为政客 而且比例其实很高 比如我们看现在的这个常委里面 有个叫王沪宁的 那他以前是复旦大学的 这个是不是复旦大学 就是上海这边的这个学者 那么后面进入权力结构 现在是在顶层 但是我们见不到正儿八经的学者 他去做资本家 去挣钱 去做商人 这种极少有成功的 因为什么 做学者一定很理想化 动手能力 执行能力肯定很差 所以就是我刚想到了一点 这个差别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学者资本家跟政客 他们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总结一下吧 刚开始我们讲这个故事 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世界是非常割裂的 现在我们每个人能做的 其实不多 因为我们包括主流社会 也已经很割裂 他只有选择一边的 这个方向跟声音去听 这是蛮可怕的 但是这里的话 我们说从主流的声音 去选择去倾听这些 我们也要考虑 就是我们去听谁的 那么我们听谁的 有这么几类人 一个是商人 资本家这一块 要么就是政客 要么就是学者 那他们三者之间 他们的优缺点 刚刚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听他们说 学者的话是过于理想主义 整体就是过于理想主义 他没有去考虑这个事情方案可不可行 对这个社会有多大的用处 他就是什么呢 我从我的这个意想的角度 当然有非常成功的 我们也是依赖这些人 因为他们试错成本是很低的 他们可以在一个实验室里面 先完成工业的初步的试验 然后在全球范围内 再推动工业的发展 那你不会说在全球工业体系里面 先一起一块做实验 爆炸了全球的工厂一块炸 这不现实 所以我们看到学者 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是政客 政客介于资本跟学者之间 他就是什么呢 他有理想 但是多数政客没有理想 但是少数政客有理想 但有时候也容易把国家推向一个边缘 比如说过早提出共产主义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危险 比如说俄罗斯前苏联早期的时候 过早的去寻找乌托邦是不现实的 不理想 但是资本家他就从来不会从这个角度 不可行就是不可行 我就是要挣钱 我就是要从现实角度出发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这个也有致命的缺陷 就是你没有理想 有时候容易误入歧途 容易走偏了 好 这个简短的片段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感谢大家收看